好 接下来我们学会了一笔单叶的结构画法之后 我们来看看那怎么去呈现整枝的 那有些人画叶子他会这样画 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样大 那没有重叠 那其实这样的话是从最顶端往下看 或者说它就是一种压花的效果 把它铺在纸上 那这种效果是不漂亮的 一般我们在观赏花的时候 花叶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视线跟它是差不多高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 它的角度应该是这样 有的看到的是正面比较多 背面一点点 有的是看到有些叶子垂过来 像这一片那就正面朝我们 再来就是它有的在后有的在前 会有一个重叠的效果 所以我们一定要画的时候 要考虑到这一些点 那我们找到一个比较精确的点 比较漂亮的姿态 像这样一直转 转到像这样的话这个角度就不漂亮 那我们这样也不漂亮 都看到背面 所以画画本身不是只有完全的写生 就是你还是要取紧 取到你觉得最满意的紧 像这样的一个角度 我觉得是很漂亮的一个角度 那我们就用这个角度来画 那我先调我的绿色 那画这个部分之前呢 我们是先画叶 那叶还是一样 我们先用绿色来表现 先不管那个老叶嫩叶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呢 我们先画最前面的 没有被遮到 所以这一页是被最前面的 好 那这一页就是最前面 那再来呢是这两片 另外呢在它的下面有一片 笔法是一样的 好那这一片有被遮到一些 所以我有点闪开来 这里有一片比较小的 这一片有一部分呢 是被遮到后面 所以我们后面的部分是要闪开的 好 可能呢在这边还有一片叶子 只跑到尾端出来 好 因为它的另外一部分在这里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它的分布就已经分布的差不多 我们接下来用 用小笔中锋把这个金给连起来 好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好 那这个是金的部分 再来我们叶脉是直接 从叶脉开始连过来 好 我们把那个叶子 好 把它的叶叶的部分连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这样就非常立体了 就这个这样的姿态是比较美的 那我们可以把它的叶脉再勾一下 那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叶子呢是比较合乎我们视线跟透视的感觉 那最后你还可以再补一下 比方说这里还有一片 那我们可以把这一片给补回来 一样那这一片的叶饼就在这里了 好 叶脉 好 那我们用这样的 透过这样的一个写生方法 找到一个合理的角度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叶片很生动的给画下来 好 那如果说我们